您好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黄新华 首先带观众朋友关注的是台北市长的选战 黄珊珊点名对手蒋万安的执行总干事 是议员王浩为了政党利益 卡住了设立新创天使资金的法案 不过如此指名道姓的指控 让王浩跳出来怒批 这法案是不符合法规才被退回的 要黄珊珊收回指控 不然法院见 黄浩议员他认为说 这个会影响他下个市长 所以他一直不愿意排会 点名对手蒋万安执行总干事王浩 担任法国会主委期间刻意卡案 黄珊珊喊话要他放手 别为了政党利益 阻碍新创产业发展 知道在今年里不过 就是百分之要等到雄后 如果是因为政党利益的话 我觉得真的大股不必 去年的六月份 我请问你 蒋万安宣布参选吗 此案单纯是法律 愚蠢的扯进选举 就是他不治之处 张飞打岳飞 你够到菜都 期待在议会公开标骂 王浩德这位前同事口下不留情 他翻出去年排审记录 指出柯师傅去年三月 就编列了两亿预算 准备投资新创产业 却直到六月初才将法案送出 导致预算审议没有法源 去年初为市民荷包把关 怎么会扯到今年的年底选举 黄珊珊所谓的天使创投基金 根本无法可审 那不叫天使那叫魔鬼 二十亿的基金 柯文哲自己最后一年 他只提四亿 他却用法案绑住了下一个市长 你凭什么把你自己的案子叫下一个市长 还要持续依照你的旨意 去做这件事情 民主不是这样 王浩揚言提告 要求黄珊珊立刻道歉 否则法院间 其实面临同样窘境的 还有北市府砸了九千万举办的城市博览会 虽然号称线上虚拟参观人次破百万 但馆内人次却不过十万 银行会动用两千九百六十万二倍金 却遭到民政委员会搁置 若无法审议 最后可能也会变呆账 当然希望议员在宣读之后 能够尽速的把审查的作业晚辈 以立事证的推动 那当然是议员们都有他们监督的责任 我们都有预尊重 市长选举打得火热 议会攻防也没忘 毕竟攸关的可是这会期通过的法案 下一届市长要不要概括承设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台北市长的选战三强顶地 但这回黄珊珊她非蓝非绿 也不是民众党籍来参选 真的有机会会出现气宝效应得利吗 交给品宜 台北市长的选举 现在蓝绿白三组的选举 是相当的胶着 先来看一下美丽岛民调 其实三组人马现在他们的支持度 都不会超过2%的差距 另外在TVBS民调 虽然讲完看起来是赢得比较多 不过现在他们其实这个民调 呈现出来都有一个共通点 民调专家戴利安就说 这次是台北市最难操作气宝的一次 因为他们这三组人马 现在都占有三成的支持度 所以他预测了 到时候的当选者 他的得票率应该是不会超过四成 戴利安也说了 其实这主要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说现在的黄珊珊 并不是1994年的黄大洲 另外台北市在柯文哲执政的八年里面 蓝绿的色彩其实都已经淡化掉了 再加上他们三个人 现在都有三成的支持度 气宝很难去操作 最重要的就是仇恨值了 因为他就说这个仇恨值 恐怕会造成这个选民的心理 犹豫不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操作气宝就更难了 主播 而现在气宝的传闻满天飞 不过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真的发生气宝的效益 陈时中跟蒋万安对上了 武党籍的黄珊珊都败下阵来 而对此黄珊珊也积极自我行销 说投给自己可以满足三个愿望 大楼住户破口大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一早到内湖站路口 宣传十八岁公民权 被抗议扰人亲蒙 各党都会这样做 那我们把他声音量放下来 不要打扰到大家 陈时中腰催年轻人投票 也要冲自己的支持度 尽管蓝绿白战况激烈 民进党议员梁文杰很有信心 说陈时中会赢 但输也不意外 蓝绿差距会在三千票内 而黄珊珊的票来自蓝营 会不会被抽走 得看气宝又没有发酵 一直在讲气宝的就是担心气宝的人 才会一直讲 我们从来没有在讨论这个气宝的议题 我们的选民都非常的坚定 两个阵营不是都是在照做气宝吗 要走夜路的时候吹哨子壮胆吧 每天争取市民的认同比较重要 能提出你的政策吧 蒋万安也非常重视新创 但是王后院在议会 在今年里不过就是摆明了要等到选后 公布新创证件再把矛头对准国民党蒋万安 黄珊珊不让自己成为被弃的一方 因为美丽岛电子报调查 如果投票前一天只有两人可能赢 对上黄珊珊 陈时中 蒋万安都是手下败将 黄珊珊成为气宝下的大赢家 投黄珊珊就是投蒋万安 投陈时中就是 投黄珊珊就是投陈时中 所以集中写票投给黄珊珊 这三个冤枉就快要实现 我想接下来我会持续 让我成为市民心中 第一的选择 最好的选择 一早职工黄珊珊南港地盘 蒋万安到市场败票 北市长选举诡决 蓝绿白争取选民支持 一票都不能少 TVBS新闻 红富华 朱光宏 李平宜 林佳慧 台北报道 还要看到躺在内政部一年多的大巨蛋 防火避难审查终于过关了 明年过年就可以完工 不过六月才会试营运 遗憾的是不是在柯文哲任内实现的 不过内政部次长花敬群就骂柯文哲的行为 荒腔走板 而柯文哲一脸不可置信的说 这个国家没有是非了 这手势是暗指对方脑袋有问题吗 大巨蛋终于过关 但光审查就花一年多 中央跟北市府都说是对方的错 柯文哲前一天才指内政部卡防火避难审查 让大巨蛋赶不上台湾灯会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回呛 是柯市府反复在先 排言检测也不配合国家标准 屡屡包庇远凶 柯文哲处理大巨蛋荒腔走板 实在对不起台北市民 不管谁卡谁 大巨蛋11号已经通过审查 接着远雄得向市府申请变更建造 再申请使用执照 最快约明年六月取得始照 就能试营运 只是远雄因为没按图施工 曾被柯文哲停工五年 要向市府提国赔 恐怕成为另一个变数 远雄在卸任前解决 柯文哲气中央慢吞吞 大巨蛋在自己任内还是烂摊子 只能给下任市长当整机 TVBS新闻 红富华丽萍 台北报道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指控 新北市府的新闻稿 充满了情绪性的字眼 来攻击参选人林佳龙 质疑侯市府是不是把市府 当作了竞选总部 不过侯友也回应了 他说各个局处是基于职责 来说明清除议题 现在的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员 被逼得要当打手 明星大把矛头指向侯市府 痛批市政新闻稿用字签词 明明应该中立 请装睡的林佳龙先生 睁开眼睛 四年四万户 屡屡秀下线的表现 令人好奇 无知究竟给了林佳龙 多少大言不惨的勇气 不实的扭清 不解 各局处 基于职责 理当说明清楚 四两拨千斤 对手林佳龙却泡河猛攻 新北市政府已经转化为竞选模式 大家可以就政策来讨论 甚至辩论 那公器实用 行政不中立 对于丽莹的质疑 新北市府正要反击 请林佳龙团队也去翻译一下 桃园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为市政辩护的新闻稿 是否也符合您的标准 请不要又来施压公务人员 意图使人噤声 新北市府取例 桃园市政府 九月批评议员参选人 用爱你有趋势时 不负责 无限上纲任意抹黑等字眼 认为根本双标 绿云杠上侯市府 另一头的侯家军 选情似乎不太乐观 对对对 哦你好厉害哦 虽然扫接拜票 容易被民众认出来 但最新蓝绿民调显示 侯家军平时议员 民调却吊车位 例如17人参选 争七席的新装 代效应民调排第九 选三重卢州的吴逊校 民调排名倒数第二 新北第八选区的吕家凯 排名第十四 会希望侯市长 可以多来地方走走 然后可以来当一只 这个强大的母鸡 侯友宜有者号称 最强母鸡光环 能否助攻子弟兵 也考验着侯家军 TVVN新闻 刘一郡刘婷新北市报道 而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就被检举了 在北投捷运 齐立岸附近的公园 挡土墙挂布条 居民很担心 影响排水怎么办 现在北市公园处表示 会立刻要求拆除 选举倒数了 不少参选人们 都会挂上布条 在路口的闲眼处 希望加深选民应送 但其实中的这个布条 却让在地居民好担心 主要是居民会担心 这么大一块 昨天上去以后 就里面电话不断 压力很大 因为里面有很多排水孔 如果说下大雨的话 排水孔水排不出来 水要太大的话 可能会有崩塌危险 就怕最近北台湾雨下不停 万一积水被布条堵住 没办法排放 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面挡土墙 就位于北投捷运 齐立岸站旁边的路口 除了用路人 停红灯会注意到 打捷运的民众经过 也会看到 过去就是不少 陈旋人锁定的好地点 过去有候选人曾经误挂 但是很快就拿下来 这是个遵守法规的 最基本的表现 在地议员早就想插旗 但公园挡土墙可不能这样用 因此才挂上去 就要立刻拆除 没想到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搞清楚规定 陈时中的布条 在工人以及吊车的协助下 迅速挂上 只是没有经过申请 旁边只放几个三角锥 请用路人改道 没有问题吗 广告户其实它不能设置在 像公园道路或是一些 一些规定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们会请它 在实现内拆除 这个看板就我们了解 是北投后援会的支持者 去选挂的 如果确定是在不适宜的地点 那会即刻做拆除的动作 说是支持者 自己挂的 但一知道违反规定后 就决定尽快拆除 毕竟选举倒数 任何彩虹线的行为 都要尽快拆弹 免得引发审民反感 TVB的新闻为 加起随重取云 台北采风报道 再来要观察的是 2020年总统大选大败 又被罢免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一度成为了蓝营的禁忌 不过现在他出面 浮选似乎又刮起旋风了 只是寒流再度涌现了吗 请教品仪 好 现在国民党又找了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回来浮选 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瑜他是之前 他是在跟前高雄市议长的女儿 来帮他站台 同时也同框了 国民党的市长参选人柯智恩 现在媒体人张雨萱 他就说了 说过去韩国瑜 他是蓝居的禁忌字眼 但是这一次却可以引爆旋风 他说因为民进党 只要他们引发的民怨 持续沸腾 韩流就永远不会消失 而且他也说了 说其实从韩国瑜 这一次站台来看 他其实是相当的幽默草根 而且他的讲话 有非常高度的渲染性 所以他的回来 其实也让高雄市长 陈其迈不得不去注意 因为这一次回来的 不是被自己霸掉的韩国瑜 而是打败自己的韩国瑜 所以他就说了 陈其迈要注意的是 他的对手不是国民党的参选人柯智恩 而是韩国瑜在高雄还没有消散的椅子 主播 美国的台湾政策法审议在即 还有中共二十大周日也即将登场了 国际的外部因素 会不会成为影响选情的因素呢 继续交给平一 年底的选举 抗中保台这一个选举 会不会又变成牵动国民党的选情呢 现在他们说主要就是有两个了 一个是美国要审台湾政策法 另外一个就是10月16号即将登场的 中国大陆的二十大 这两项是不是会影响呢 现在国民党他们就分析了 现在看起来在美国的台湾政策法 因为里面其中他们有一个是 把台湾列为主要非北约盟友 还有驻美台北经济文化处 这要改名 现在原本是说要把它改成台湾代表处 但是他们说这个草案 因为怕刺激到北京 所以有待要来调整 所以他们预计美国在11月的时候 也要举行其中选举 到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会期过关 所以在这个台湾政策法的方面 他们预估影响选期会是比较小的 另外一个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了 因为16号这个二十大 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习近平他的政治报告 接下来还有总书记跟媒体的谈话 以及他们会不会公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 只是蓝业评估了 现在恐怕是不会到太致命 因为他们就说虽然现在呢 绿营的抗中宝台一直是见在悬上 但是九合一的选举只是一个地方选举 选民关系的还是首长的政绩跟形象 所以他们说现在的愁中范围看起来 还是比较小的 直播 好 关注资深媒体人周玉寇不满 住家附近开的餐酒馆 外头有车辆围停和业者理论 而事后指控这老板强拉他的车门 要攻击他提告恐吓跟强制罪嫌 不过最新的法官判决结果认为 餐酒馆老板罪证不足 没有翻译 因此不起诉 餐酒馆外一辆乡型车闪黄灯 围停红线卸货 后方黑车驾驶不满被挡路 摇下车窗喊 怎么可以乱停车 业者急忙叫人把车移走 双方因此爆发口角还闹进警局 而这名轿车驾驶就是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事发在台北市大安区 周玉寇不满住家附近新开的餐酒馆外 有车辆围停影响交通 当天和业者起争执 刘姓老板站在副驾驶座外 讲到一半车门突然开启 吓得赶快把门关上 周玉寇指控对方强开他的车门 试图进到车内攻击 提告恐吓和强制罪 当时核心股东在一旁提醒快关门 业者出停时表示 是车辆移动时不小心拉到车门 当下立刻关上绝对没有进到车内 知道对方是周玉寇 怎么敢对他攻击 由于周玉寇当时行车记录器没开 检察官看眼监视器 认为开启车门的动作 像是不小心造成的 加上现场股东作证 老板最后不起诉 周玉寇日前才因为爆料 蒋校园费文案 遭前中国小姐张淑坚提告 引发风波 他宣告收拾一段时间后 国庆日当天再复出 恰巧和餐酒馆的官司最近出炉 复出后依旧话题不断 TVB的声音讲 温宜杰玉琪台北报道 再来看到台南的安平古堡 是热门的景点 现在传出文化部要改它的名字 变成了热兰之宝 就被质疑这是为了去中国化 才改名的吗 所以很多不满的声量 将文化部的脸书灌爆了 现在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否认 他说只是要合并内部的古迹 没有要改名 到台南必去的这个景点 以后不叫安平古堡了吗 我想这中间是有点误解 这不叫做改名 其实它是同一个古迹 所以是把两个整变成一个 这样比较 称呼上也比较简单 部长说安平古堡没有要改名 难道是因为前一天 传出改名的消息 文化部脸书被灌爆 还被质疑是为了要去中国化 所以紧急喊咖吗 但现在被质疑透过文化来洗脑的 还有华市被点名 政府的手伸进公广媒体里 我们当然尊重每家电视台 对他们自己的人员金融的方式 那根据华市 他昨天的新闻稿回应 看起来讲的话 他三例的金融的比例 并不是像外面所讲这么高 都说没有这样的问题 但国民党立委翻出绿化的痕迹 每个戏剧刚刚现在还在播出 三例出资3600万 华市出1800万 但是呢 三例是每晚的8点播出 华市是播9点 但他遗憾的是 其实整流下来 收视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已经赔了数百万人 华市当然不可能有所谓 像某一种政治倾向的这种做法 因为这不符合公共媒体的基本要求 佛日面臣侵略媒体 只是华市身为公网集团 任何决策都牵动人民的纳税钱 也难怪会被外界放大检视 TVB的新闻 与乌齐伟佳琪水中群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日前宣称 干脆把台湾设为中国的行政特区 这一言论 热起了争议 国防部长邱国胜也在立法院表示 基于资安疑虑 国局目前绝对不会再买特斯拉了 而葛惠苏贞昌前一天也说 不会抵制 但国防部随即就表态 目前绝对不会去再买了 未来怎么样 我们就看环境 周三立院寻达邱火震说 国军不会再买特斯拉了 只是前一天被问到同个问题 民主国家多元化社会 每个想法论调 国军不参与这些论调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称台湾应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惹议 民进党立委赵天龄日前 主张要抵制 我们并没有这种全面抵制的计划 我是觉得不必在意 哪一个人讲哪一句话 一个内阁 针对于对外失误的立场 都没有办法一致 那如何要求我们 要团结一致的对外呢 一天内政府说法 变变变 立委看了很傻眼 国军目前旗下有7辆特斯拉 用于行政公固 当初花了超过800万采购 是为配合政院的 推展经济能源政策 国宣曾在营区内开箱 特斯拉只是列为质疑 特斯拉有自安疑虑 前后左右上下 都有八个镜头 它这个功能会有 具有一个将它的影像 跟图资传回到 美国总公司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有规定 我们这7辆车 不管在平时或在营区 它这个功能 在面板里面 这个功能是要把它关闭 不能使用 那我们就买一台电动车就好 为什么要买特斯拉 一个行政团队一个政策 理定的话 那我们该要参与 我们都要参与 但我们参与了以后 如果对我们造成不变的 造成顾虑的 我们把它给限制掉 特斯拉的创办人的 讲法有意见 我们可以反驳 我们可以觉得它不对 但是假如我们的国军 假如说我们的企业 需要相关的用品 我觉得不能因人废言 如何权衡国家主权 自然一律环保议题 确实该好好想一想 TVBS新闻 陈生魂 刘玉剧 刘婷体验区小组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